真希望时光就此停住 让我们得以品味这美妙的时刻 有鸟儿们歌唱的清晨 真是个美妙的时代啊 那些往日时光中的月声 如今仍在我耳旁萦绕 我衣服上的这些毛是 是菲利斯的吧 再晃可就要把手中的酒洒了 我的朋友 要是那一天 一下着这样的雨 那场火或许久 差不多该休息一下 为晚间的灯台做准备了 那些往日时光中的月声 如今仍在我耳旁萦绕 梅笔乌斯喝最后的样子很可爱 可惜他一般都不陪我喝酒 下雪了吗 我都已经忘记我们时代的雪 是什么样子了 看来你今日事物已经告一段落 要一起来放松一下吗 这样的天气最适合开一场美妙的音乐会了 多美的星辰啊 但愿他们的光芒永远不会消失 我的时代已经一曲终两 愿你们的未来能够长颂不休 也不知如果我生于这个时代 还能否成为台上的明星呢 怎么了 我的朋友 是被这身衣服的设计吸引了吗 周末对我来说 曾是能在夜晚的聚光灯下歌唱的日子 歌者无数 更替无常 但艺术的舞台却永无泄目 怎么 这难道是最新的舞台效果吗 衣材精致设计别样 你的品味还挺不错 你看起来很累 要休息一下吗 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将安静的深夜留给思绪发酵 你也有什么心事吗 我做的衣服还不错吧 下次给你也设计一件 美酒与如此悠闲的舞后果然很配 你说对吗 和我说说这个时代的音乐吧 我想从中汲取些灵感 建议我在这里做些发声练习吗 希望不会打搅到你 饮酒还需适度 并且要务必等到成年之后哦 我曾沐浴在万人的欢呼之下 但那样的时代 已经 最近似乎总能看到你的身影 我或许 有了些新的灵感 如果我这儿有你需要的东西 请尽管开口 我的朋友 我是不是该换身衣服 去参加爱丽举办的晚会呢 如果为你写一首歌的话 一定会是十分特别的曲调吧 我还没醉 我还能再唱上一曲 若不断打磨自身光芒 那么它终将照亮周遭